Hello 大家好 看到這麼多海鮮 是不是以為是做海鮮的料理 其實也算是 今天是做海鮮披薩 一共有兩款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 繼續看下去 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買了一部麵包機 我一定要用到盡 除了做麵包之外 可以做什麼呢?就是薄餅 我其實做過一次薄餅 那段影片大家可以看 那個連結 如果有興趣知道怎樣做薄餅底 就很詳細的講解 在那段影片中 就可以看回它 今天我們就 skip 了薄餅底 那一部分 直接去餡料那一部分 究竟我們鋪些什麼在面上 今次就不鋪些便宜 鋪些紅華一點的東西 就是海鮮 那我就買了這塊海鮮 它剛剛好打六折 裡面有很多的海鮮 有些什麼小花枝 有些青口 還有蝦仁 我們要炒過這些料 才可以鋪上面 我們就用牛油 然後就起了一個鍋 然後就加海鮮 上去 你可以不用牛油 但是我就想香些 所以就用牛油來起鍋 那我們的海鮮 是會出很多水 所以我們鋪上去薄餅之前 就一定要炒一炒它 不可以 skip 這個炒的步驟 因為我們是要把海鮮 裡面的水分 炒出來 這樣的話 那些海鮮 鋪在薄餅面 再拿去焗 就不會出水 如果不是 你沒有炒過的話 你直接鋪上薄餅面 保證它出水 出得很厲害 就好像現在這樣 這些水就會滲入薄餅底 這樣薄餅就會濕透 這樣就不能吃了 所以我們鋪上薄餅前 就一定要確保 那些東西是不會再出水 是夠乾身才好鋪上薄餅裏 包括你要用雞肉 或者是豬肉都好 你最好也是要炒過才可以鋪上去 你看到海鮮是出水出得很厲害的 所以一定要炒過 然後把這些水倒走 再加調味料 再炒幾下就可以了 然後再炒至更乾身 倒走些水之後 現在海鮮就會比較乾身 現在海鮮就比較乾身 可以加一點胡椒鹽做調味 如果你不喜歡太鹹 可以不加的 因為海鮮本身也有點鹹味 現在就加了一些胡椒鹽 可以再炒多一會 炒得比较干身 即是真的见不到有水分为止 其实做这个披萨非常简单 因为披萨底已经有面包机 帮我们处理好 我们只需要处理这个馅料的部分 就是这些海鲜就可以了 炒完海鲜之后 你就会发觉那些海鲜开始干身 你看到没什么出水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 将那些海鲜兜上来 预备铺面 这个披萨底 我先塗了蕃茄酱上面 如果你不喜欢用蕃茄酱 你可以用千岛酱 或者沙律酱 其他的酱料 但是前提下就是 你的酱料不可以太濕 现在我们把海鲜铺铺上去 先把海鲜排好一点 海鲜有什么呢? 这个海鲜pizza里面 有青口 蜆仔 花枝仔 和虾仁 相当之丰富 好吃 因为我其实不太好吃 这个蜜和青口 所以我把它铺在一边 虾和蜜鱼仔 就是另一边 现在就可以拿去烤 烤多久呢? 其实我预热了烤炉 大概是200度 你可以再加多一点 然后烤大概15分钟 不过如果你想铺芝士 大概13分钟 就要拿出来 之后我们就铺芝士 再烤多它大概2-3分钟 烤到芝士溶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pizza 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哇! 是不是超棒呢? 让大家欣赏一下 这里有满满的海鲜 我真的出去吃这个pizza 当然不会有那么丰富 而且材料也不会有那么足 当然是自己做的最好吃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 真的自己试下做 还有一个小提示 就是你如果用Mosarilla Cheese 像我那样用一块块的 你最好把它放在冰格 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 撕的时候就容易很多 不会溶掉 另外我老公做了这个pizza 就是这个带子蟹柳蝦仁pizza 高级的很多 整个三粒带子 非常好吃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自己做 真的比街外面好多的 就是这个带子蟹柳蝦 有很多带子蟹柳蝦 买了很快 就是这个带子蟹柳蝦 的带子蟹柳蝦 感谢观看